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们今天就来到菜园这边来摘 长大的这些萝卜 回去腌制一个萝卜酸来吃 这个萝卜酸真的是又脆又开胃啊 现在先过来拌萝卜酸 来 新鲜萝卜 拌那么多就可以了 好脏啊 先拿去给它清洗一下 现在已经把这个萝卜已经清洗干净了 不过看到这个坏掉 不太光滑 没事的 这个是萝卜酸 朋友们给个建议 应该没戏的吧 先把它切开 看一下里面都是好的 然后我就用一条棍子 给它放到旁边 不要切过这个线 再把它切开 看一下已经切了一大盆了 这要倒到这个盆里面来 给它放盐腌制 如果不酸呢 一定要带皮 要不它不够脆 放盐上来 给它腌制变圆 也是增加它的口感会很脆 先把它里面的这个萝卜水 把它腌制出来先 好 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 它这个萝卜 都会全部变圆 现在这个萝卜已经腌制变圆了 你看 现在这个萝卜已经腌制变圆了 以前是硬的 现在腌制变圆了 变圆了之后呢 都要把它捏去沙 把这些水全部捏出来 然后还要入水来清洗 把这个盐全部清洗出来 大概清洗两到三遍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就要开始腌制了 里面呢 这个是红糖水 加一点红糖呢 它可以染色 这个还要加一点白糖 再放红辣椒 再放红辣椒 还有放蒜头 再放点醋 咱们把这些调料都搞好了 再放这个萝卜了 现在 放这个萝卜了 放这个萝卜了 看一下 这一包的萝卜 又酸又甜 非常开胃 盖上盖子 给它腌制一个晚上 就可以拿出来品尝了 非常简单的做法 而且我们当地的一般白喜酒 就会腌制这个蒜蓉 因为它吃肉 然后再炸一点的 这个蒜蓉蓉来吃 要特别排胃 能吃多一点 先把它放好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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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我会有点点赞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